打开会不会出现呢 还是没有 完蛋了 他想说这怎么办 要不要重管了 其实不用麻烦了 特别最好 他的结构 刚刚这个上面这一块叫什么 检视里面 有个叫专案总管的东西 OK在这里 下方这个东西叫什么 检视叫做属性视窗 不过属性视窗 这个可以往下拉一下 这个没有也没关系 刚刚的程式放哪里 特别特别注意 他一定是放在模组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开的话 怎么开呢 很简单 点它两下就好了 程式就打开了 你要注意 因为我发现有些同学会关不会开 不知道放哪里 OK 如果关掉没关系 反正你不小心关 你就检视专案总管 点两下 又OK了 好 这第一点 所以刚刚主要是了解它环境 并且把字放大 工具选项 这撰写风格可能改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把 刚刚的那个句集 里面 因为你喜欢程式 因为我们做三个动作 那那个三个动作 其实对应的程式就是这些 一 所以一般习惯的 我会在这个上方加上注解 我刚刚讲过注解是单引号开头 单引号 单引号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可能我这边就是做游标放在那个什么 放在14出去 也许你就打一下吧 自己打一下 写给自己看 游标放在14 简单打一下 然后第二个动作什么呢 大概就是这个 所以它帮你写这个 Range 什么呢 14.10 所以以后 假如说你录错了 你甚至直接可以在这上面修改都没关系 OK 你慢慢的要学会录字之后 在上面加一点点注解 那你可以越累积越多 你就知道原来录下的东西 里面其实是可以要怎么写才能够达到什么功能 第二个什么呢 输入公式嘛 有没有 公式打勾嘛 所以就第二个 那第三个是自动填满 其实你自动填满 他应该可以猜得出来 他有个关键字 有没有 你那个有个选举序后 那边有没有 Auto fill 有没有 Discination 然后这个范围就给他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就三 那后面你可以自己来打 这个注解里面是要打什么 自己可以 因为主要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你怕之后的话你录的内容 大概我这边云端上有加上注解的 所以我拿这一段来抠 所以下面这一段 所以两段嘛 所以我这边是已经打好注解的 然后我把它怎么样 直接放到这边来 我把它盖过好了 反正最后做完就长这样子 那这个好处就是将来你回头看你的程式 你不要看了 不然你录完之后 所以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根本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 这一点其实还蛮重要的 尤其是你将来还要再回头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要看得懂 不然说真的你把注解都拿掉 你直接打开 完全就分了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加注解我觉得也是录制聚集的一个部分 如果这些没做的话 当然你还是可以执行 只是说你将来这个程式到底做了什么事 你可能会不知道 OK 所以这个部分 将来呢 撰写VBA需不需要呢 其实也需要 OK 因为你写完之后 你也许当下你记得 但是 你要想你未来还能不能记得 OK 如果你未来你不记得 我强烈建议呢 你一定要打一些注解 否则的话呢 以后你根本看不懂 除非你本身已经是高手了 有些高手打一打算 他都看得懂 像我自己不打注解 我也都看得懂 但是我还是会把注解加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是好习惯 否则的话 有时候你不加这些东西 将来会看得很辛苦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这个Visual Base稍微熟悉一下 我大概 一 有没有 从这边你可以按编辑也OK 或者是从 这边Visual Base可以也OK 你可以试着 把这边关一下 记得要能够打得开 这个检视这边 然后打这个 然后字可以放大 我刚刚讲过 那另外加上注解看看 了解一下这个环境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聚集录制所产生的模组 跟我们自己撰写的模组 其实是放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你那个录制聚集 跟自己写的位置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自己写VBA的话 写的位置 一样是在模组里面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先熟悉一下这个Visual Base的环境 那并且在那个 你刚刚录制聚集的地方 把刚刚做的那一些动作 加上注解 OK OK 谢谢